好 开始今天的共修之前 让我们来三称佛号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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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师 各位佛友 大家周日下午好 那今天在我们继续阅读 敬顺导师陈佛指导的回经三宝章之前 我想把上个星期的一些问题先处理一下 那么上个星期呢 有同学就问到 我们之前在了解三宝的类别的时候 其中一个类别就是讲到用性清静或者清静法界来谈这个佛宝 或者是来谈三宝 清静法界 那当然这样子的三宝呢 当然它是比较从功德上来讲 或者是从我们这个 我们说比较抽象的角度 不是我们一般上具象的角度去谈的三宝 然后这种三宝呢 这种类别的三宝 当然就是比较真实的 就是超越这个世俗的啦 所以呢 就讲到说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谈三宝的时候呢 他的佛宝就是究竟圆满所显得最清静法界 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 如果是深宝的话呢 就是少分圆满所显得清静法界 少分清静法界 那这样的概念其实理解起来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 如果今天佛 是我们大家学佛的一个目标 成佛是我们大家学佛成佛的目标 那么最圆满 成就到佛果的时候呢 当然就是最圆满的 所以他说 究竟圆满 就是最圆满的 或者是最清静的法界 那深宝呢 深宝就是那些 努力走向佛道的 然后大家成就的结位都不同 所以就会用少分 少分显现 少分显现的清静法界 他们意思就是说 佛的功德或者是佛的清静呢 这些学佛者 这些学佛者 修行者 乃至于 这些 贤圣者 他虽然还没有到成佛这样子的一个 最圆满的清静的法界 但是呢 他们已经多多少少 累积这种 清静 或者是累积这些功德 所以呢 被称为深宝 就被称为什么呢 少分所写的清静法界 少分的清静法界 好 这个部分呢 我想 如果说你 听回之前的呢 有些人大概已经明白了 那么 只是 那个时候 在处理这个最清静法界 还有呢 少分清静法界呢 有一句话 反而 是我们 大家都忽略了 所以同学就提出来 因为他当中 有挂胡提到说 色德体相业用 色德体相业用 色德在这边指的就是 包括 意思就是包括 包括所有的 这个体相业用 所以包括 体相业用 所以同学 上个星期就有问到说 什么叫做色德体相业用 其实这个体相业用 在这边呢 它主要是 三个 三个主要的 概念 一个是体 然后再相 还有呢 用 业用或者是用 所以我们就是要认 了解这三个 概念 什么是体相 和业用 那这个体相用 这样的概念呢 其实是出自于 因为这边讲的是 大乘法 所以呢 当然就是从 大乘的经论 里头呢 老师用那个 大乘经论的 那个内容呢 来 谈的 那出自于 大乘起信论 那么第一个概念 就是体的概念 体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 就是本体 然后再来相 相是什么呢 相就是本体的 性能 相就是那个本体 产生的性能 当然也可以当成是 它所写的相 各种相 本体的性能 或者是 本体的相 也可以 然后呢 用 就是它的作用 这个性能 或者是这个 现出来的这个相呢 它的作用 然后呢 每一法 在大乘经论 起信论里面 讲说 每一法 包括众生心 我们的心 都是离不开 体相用 这三个方面 有它的本体 有它的相貌 或者是它的性能 然后再来就是 它有它的作用 每一法 都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就用一个例子 同样是 在经论里面的 比如说 金狮子 用金雕塑成的 一个狮子 金狮子 这个 这个是 一个例子 所以它的本体 就是金 本体就是金 然后金呢 能够造 金狮子 金狮子呢 是这里 其中一个性能 或者其中一个性能 除了金狮子 以外 这个金还能够造 其他的相 抱歉 我这边附近不懂 有什么喜庆的事情 突然间放起了鞭炮 你们 有听到鞭炮声吗 没有师傅 就听到 嗤嗤嗤嗤什么声音 这 是 是 一直有这样 嗤嗤嗤的干扰声吗 就一会儿 现在没有了 没有 没有了 好好好 嗯 那我继续讲 所以 这个相 或者是讲性能 就是说 当你有这个金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 雕塑成金狮子 你可以雕塑成其他的金杯子 金汤匙 金筷子 金碗 这些都是它可以显现的性能 或者它可以显现的种种的相 这个是相 这个是相的意思 然后呢 每一个性能 或者每一个相呢 当然它就有它的作用 金狮子 有些人会深爱 会让人看得很喜欢 哇 这个金狮子 叼得这么好看 那有时候呢 当然它也是拿来 比如说 比如说中国人喜欢用狮子 放在门前 其实有这种 地邪 正邪这样子的一个 让这些邪魔鬼怪 惧怕的这个作用 所以呢 你看 每一个法呢 其实它都有它的体相用 这个是站在大乘起心论呢 它是这样子来 用这个体相用来讲 那么 我们后来我在看 导师的这个 大乘起心论讲记那边 他也用了一个例子 也是大家 多一个例子 给大家参考 就是比如说时钟 当我们讲时钟 或者手表的时候呢 当然它的作用 很清楚的 就是到时 这个是用的意思 然后呢 时钟 构成这个时钟呢 整个时钟 当然它有不同 不同的像 有大小 形状各种不同 它表 陈显的数字 可能也不同 然后呢 再来就是 这个长短针啊 各方面 它里面的这些配件 各种配件 所以这个就是 可以随着各种 造钟表的人呢 他自己去发挥 形成种种的像 种种的性能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时钟的本体呢 就是所有 造时钟的元素 所有造时钟的元素 多数可能就是 比较属于呢 这个金属类的东西 这种元素 所以这个就是 体相用的概念 然后这个体相用呢 是从 我刚才讲了 从大乘体信论里面 它就是用这样子 这个三个概念 体大 相大 用大呢 来涵盖 来说一切法 所以它判别 众生心 还有呢 宇宙法界呢 都是不离 这个体相用 好 那现在呢 这个毕竟 还是一个从 世俗的角度嘛 就是世间法的角度 去看这个体相用 那么 当 如果说今天 一个人 他修行 到他转凡成圣了 成就像佛果 成就了这个佛果功德 成就佛果功德 那一般上 我们讲说 比如说 从 这个卢来章的思想 来谈 这个 成佛的时候呢 一般上都会用 真如 这个概念 成就了真如 那真如呢 如果从 一样 真如这个概念 出来的时候呢 它也是离不开 体相用的 所以这边会讲说 设得体相用 就是 不只是清净法界 不只是这个 真如法界 然后呢 如果你要从 它的体相用来讲的话 它是包含 它的体相用 所以 这个 真如 就是或者是 成就佛果功德的时候呢 真如平等 或者平等真如呢 就是它的体 然后这种真如 这种平等性 它是不正不减的 长衡不变的 以这个为它的体 因为 刚才举十中进 是指的是 世间法 大家比较容易 联想 那么 当我们讲一些 佛的功德 圣者的功德的时候呢 这个就比较抽象了 因为它是超越世界的 所以大家可能就 尽你的能力 去想象跟理解了 不像金狮子 或者石中 那么容易理解 不过 当我们说 一个圣者 或者是他 努力的修行 他成就了 这个佛的 这样子的一个功德的时候呢 意思就是说 他成就了这个 平等法性 真如 体正的这个真如 然后这个真如 平等法性呢 它是 不只是在一个地方的 其实 这个真如 平等 这种法性呢 它是骗一切法 不管 你是凡夫的时候 你在轮回的时候 还是你成佛道的时候 这个真如 平等性呢 那本来就在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 体 这个平等法性 骗一切处 就是他的体 他的像呢 就是 这个真如 平等法性呢 它能够 它出现的像状呢 它可以变现成什么呢 比如说变现智慧 变现光明 等等的 无量功德 也就是说 真如 如果你要用他的像 来说明的时候呢 你有很多很多的 形容词 可以用来说明 比如说 一个人 他体正真如了 他变成有智慧了 他体正真如了 他变成很清净了 不染污了 或者是 他正真如了 他整个内心呢 光明起来了 你看 种种功德的 这些功德像 种种功德像 就是他的像 就是真如之像 或者是真如的性能 然后这个 如果一个人 有这些功德的话 有这样子 不管是 显现的是智慧 还是显现光明 还是显现这个 清净 无碍都好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的作用就是 让你深处 一切世间出世间的 因果 或者是善法 一切 这个什么 世间出世间的 善法 它的作用就是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 体相用的一个概念 我这样子讲了过 我不晓得 袁珍你可以理解吗 其他人如果有不理解 还可以再提问 不然我就这样子过了 袁珍可以理解吗 师傅 大概理解就是 这个体相用之世 都是外面好理解 这个正如 就是第一个 它的那个体呢 就是平等空心 法空心 就是它的体 就是本性啊 然后它相呢 就是 法空心它是呈生 它正到这个正如的时候 它呈生出来的 各种各样的相 如果有智慧啊 有方光明啊 等等 各种 各种功德相 对 无量功德相 然后它那个作用呢 就是说 因为平等法空心嘛 它能 你如果 它能生一切世间的 就是你 也能生出世间的 就是它那个因果嘛 就是你 制作什么样的因缘 就生出来 什么样的法嘛 如果这样我们呀 我们这个反腐 我们是贪恩 无名贪恩为因缘 所以它就是反腐 生死流转 如果我是 那个 秀八正都 然后呢 得解脱 那我就出世运缘了 我就得解脱这个果 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 大概就这样理解 师傅 好 理解就好 那其他同学 如果还是有疑问的话 可以在留言处 再提问 我都会尽量的回答 另外还有人问到说 我们上次也有提到 这个 有违 有违功德 如果会出现 有违功德的话 那就是刻意去做的 好事功德 那么 他就问到说 有违法是不是 包括我们刻意做的事情 工作 比如说吃饭 睡觉等等 是的 没错 不仅是日常的所作所为 都是有违法 不只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说修行了 我学佛了 我要修行 那我们再去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当然就是有人告诉你 可能你要做布施 你要持戒 你要修种种 能够增长 你的禅定的法门 当你去操作 这些修行的时候 这些都是有违法 所以从八正道来讲 八正道是大家 比较熟悉的 所以我就跟大家 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提到说 我们一般反复 我们还没有 成圣成贤之前 我们都很努力的 在表现这个八正道 OK 所以反复修八正道 这个当我们在修八正道的时候 这个是很刻意的去练习 去做的 去培养我们自己的功德 培养我们的福报跟智慧 你看很刻意的 要去培养福报功德 或者是智慧 所以这个时候 当我们每个人 修八正道的时候 我们成就的就是 有违的功德 但是我们一旦 转凡成圣 一念之间 如果有一天 这个福德智慧 累积到非常足够了 那么一坛之间 一件小小的事情 都能够让你 从凡夫变成圣者 然后这个一念 从凡夫转成圣者过后 你同样会表现八正道 因为你刻意练习的东西 它已经变成 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你不会去 很容易的去用言语 去伤害别人 你也不会 这个起行动念上 一下子会转向 这个不好的 你不会这个样子 比较不会的 所以这个八正道 好像已经 进入到你自己的 分心当中了 所以转凡成圣过后 你继续会行八正道 你不用刻意修了 因为你已经变成 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了 所以这个圣者 他行八正道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刻意 没有刻意再去说 要做这个 做那个 所以他自然成就的功德 就变成是无为功德了 所以有违法 这是我们有刻意去做的 那么刻意去做的 如果是刻意去做的 有好的事情的话 那就是有违功德 那么如果是刻意去做的 但是又是不好的 那当然就是不叫功德了 它会让我们 就是在三恶道轮回的 种种的业 好 这个就是关于有违法的部分 我忘记这是谁问的了 但是我希望他有在场 然后希望有解答到他的问题 然后后来还有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破除法治 那我首先要问的是 什么是法治 有没有人能够回答我这个问题 什么是法治 可以在留言处留言也可以 你所知道的法治是什么 所以第一个 我们先弄清楚 什么是法治 有没有人能够回答我 什么是法治 你所知道的法治 师父 袁正试着回答一下 就是说 法治就是讲那个 每一个物质它生起的 当下它那个元素 制作那个元素 是有 制作那个元素 法有 它可以制作那个 它那个法 法没有 但是那法的元素 制作那个有 这叫法治 好 其他还有人要试着回答吗 你们所知道的法治是什么 美军法治是什么 你觉得 我们先不用担心对错 但是试着去先弄清楚 你在过去认知的法治是什么 你觉得法治是什么 我的认知对法治是说 法治是原本有的东西 好像一个杯 那个杯 就是那个东西 就是一个法治 你去执着那个杯子 你执着那个杯子的时候 就是我的法治这样子 对吗 我很喜欢这个杯子 我就很执着这个杯子 是法治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不是对那个杯子的 那个 那个执着 而是 它是固定的 一个杯是固定的 然后它是有实在的物体的 然后每一个杯子的成立 都有它每一个的因缘 需要的东西 比如沙 陶石 才可以成立 那法治是什么 法治是 依有本质 认为是固定 不会变的 实在的物体 我的理解是 人质是这样子 这个是 这个是在你的心中的吗 谁会有法治 我们 人 人 人 反复都会有 反复都有法治 是吗 法治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法治 法治本身 是没有是好或不好 而是我们个人 对那个东西的执着 那个才是不好的 那我们对那个东西的执着 说不叫法治吗 因为他 那个东西 因为是我们人 去刻意 去说 要特别喜欢 特别去执着 但是那个杯子是无罪的 可以说是那个东西 实在物质 那个 那个实在物质 没有它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所以法治有问题吗 法治是没有问题 人有法治的话有问题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如果我们人对 修行那个法 有对法的执着 向上的 那个是没有问题的 是是好的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觉得没有问题 OK好 对我们对那个法的执着 是没有问题的 对法的执着 没有问题 好保留 是 来我们再来 听一下 秀娟 你觉得 你在过去的 对法治的认知是什么 就无论是我们所学的 有像或无像的 只要是能 就让我们的心 有一个执着 有一个烦恼在 就是 是吧 OK 会生起烦恼 你执着 你有执念 像这个美教用到执念 然后会起烦恼的 就是法治 是吧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对 我了解的是 好 来我们请 行进法师 你的法治是什么 你觉得法治是什么 师傅 行进法师 临时起降 不能 不能这个上线是吗 好 我可以看看 我可以讲吗师傅 可以来 来来来 讲 你的法 你觉得法治是什么 法治 大概我所了解的意思是说 我们会执着一切的 这个 出法 就是 这个延期法 就是 因为它是石油的 其实它是 它会变化的 因为一切事物 它会随着 我们的一些条件 它会随着 而变化 所以说 就是 固执这个法 它是石油的 它不是 认为它不是空性的 很好 很好 也就是说 本来这个东西 应该是原其有的 本来是空性的 但我们又把它 以错误的认知 认为它是石油的 然后法治就产生了 法治一旦产生了 当然就会有烦恼 像秀娟也提到 然后 钟淳呢 就在 他的留言处呢 就在留言处呢 就提到说 执着有分成 我执跟法治 两种 很好 对个人 这个人我 起的执着 就是我执 然后呢 此外对一切法的执着 叫法治 这个是很标准的回答 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了解 法治是什么了 然后我们才来讲 讲破除这个法治 OK 所以第一个 一般上 有些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他是站在说 或者是他看到 或者是他自己本身 他看到说 观察到说 自己怎么对 某些佛教的教法 佛教的道理 一些观念 或者是遗愧 有很深的执着 第一种 可能 会让人 联想到的法治 是这个样子的 也就是说 一个人 他可能 在学佛的路上 他学到的可能就是 比如说念佛 他有了这个念佛的教法 念佛的道理 念佛的观念 然后他一直都在修念佛 所以呢 当然他修念佛 这个是没有错的 那么 可是呢 如果说他认为 只有念佛 才是佛教 只有念佛 才能够修行 的话 其他的佛教的道理 观念仪魁 他都不承认 不能接受的话 那我们说 这个人呢 有强烈的法治 这种法治呢 比较站在 对佛教的教理 道理 教法 道理 观念 仪魁 等等的执着 这是一种 常常在学佛人的身上 我们很容易看到的 本来学佛法呢 是好的 不管你学哪一派 哪一个思想 你学的是哪一个方法 但你要记得 这些你学的各派 各宗各派 各种思想 还有他的方法 都是好像一条船 我们用这条船 是要渡那个生死 轮回大河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 过了这个河了 你还把那个船 拿着的话 那你就是辛苦而已 执着那个船的话 辛苦 所以这个是第一类 比较在学佛人的圈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法治 总觉得说 我学的那一套 就是最好的 最对的 别人的都有问题 这个不小心执着了 执着一起呢 其实就是苦恼的 大家刚才已经讲的 有这样的执着 有这样的法治的话 你一定就是起烦恼 然后呢 你还会去想要影响别人 要改变别人 然后也造成别人起烦恼 所以有执着 有执念呢 一定会让自他起烦恼的 第二 第二呢 就不只是佛教了 不讲佛教了 就是更宽广的包含 从我们这个自我 从这个我 我们大家都觉得 有一个我 从这自我发展出来的 一切的我的人事物 这是我的爱人 这个是我的什么 朋友 这个是我觉得 应该要这样子做 发展出来 从我发展出来的 一切法的执着 对一切法的执着 对人的执着 对事的执着 我对某一些东西的执着 这些也叫法治 所以第二种呢 这种法治呢 就比较宽广了 不局限于佛教徒了 不局限于学佛人 学佛人你会看到说 他很执着某个教法道理 观念一窥 但是撇开 大家一切众生的话 每一个人的话 人也好 众生也好 你会看到说 当他有一个自我的认知的时候 他就会可能开始 执着自己的身体 执着自己的样貌 执着自己拥有的东西 包括猫狗也是一样的 那个食物 他认定是他的 这个食物其实也不是他的 人家给的 或者是他怎样拿到的都好 一切都是缘起的 可是呢 他一旦认知从他的我 认知说这个食物是他的时候呢 别的猫别的狗 一旦靠近过来 你就看到他们已经打架了 所以这个就是 第二类的这个法治 你可以看到说 他是比较宽广 不一定只是佛教 学佛的人才有的 每个众生 这个自我感很强的时候呢 从他的自我感 发展出来的一切的执着 都是法治 好 法治弄清楚过后 我们就要记得 不管哪一种的法治 都是错误的认知 和错误的执念 错误的认知 错误的执念 我们人 尤其学佛人 开始多多少少都会有执念的 因为我们是凡夫 我们还没有学佛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要学佛 学佛过后呢 我们就很自然的 我们把我们的执念 放在某些教法 某些道理 这个很正常 但是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呢 要慢慢的 要去慢慢的觉醒 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些东西 不管你是念佛的 还是静坐的 还是持咒的 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方法 你用的是什么思想 你要记得 这个只是假戒 假戒这些方法呢 让我们呢 一步一步的提升 慢慢的提升自己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认识到说 这个只是假戒来帮助自己的修行的 你就把它变成是一个执念的时候 就是把它认定说 只有这样子才对 才是叫修行的话 那么他接下来呢 这种执念 就会障碍我们的修行跟生活了 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呢 执着的是 可能就是这些五欲的东西 可是学佛过后呢 执着又把那个执念呢 用在这个道理 观念仪悔上 仪悔上的时候呢 五欲 执着五欲 障碍我们的修行生活 现在执着佛法 也是一样会障碍 我们的修行跟生活的 然后怎么样破除 其实佛教里面呢 有教我们因缘观 一直常常练习这个因缘观 每一件事情 包括现在自己的身体也好 是壮的 还是比较弱的都好 它就是各种因缘 你的成长环境 各方面 包括你的这个基因 各方面呢 形成现在的你 所以呢 要记得 这些 这个好的身体也好 比较弱的身体也好 都是因缘和合 而成的 所以要知道 从因缘观训练 什么事情 好的事情 坏的事情发生 都要看到是因缘 尤其坏的事情 那坏的事情呢 有时候呢 提不起 不容易提起这个因缘观 因为 心情各方面都被影响了 嘛 所以呢 所以在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不要高兴过头 好的事情发生 要感恩 感恩 各种因缘 让今天自己这么的好 这么的顺 生活各方面 这么的顺 不要 不要把它看成是 理所当然的 所以好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 就要特别的去修这个因缘观 那你才能够培养这个感恩的心 然后呢 加强你的因缘观 那因缘观常做的话呢 即便你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小小的不好的事情呢 你就不会马上就是怨天游人 你会去想到说 这个就是因缘 所以 第一个 破除法治的方式 就是因缘观 如果你 常读这个阿含经的话呢 你就比较容易呢 接触到无常观跟无我观 为什么阿含 在阿含经里面呢 常常都在讲 不管什么东西 好事坏事 包括你自己自身 都要观察无常观察无我 所以无常观无我观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帮助我们破除 我们的法治的 再来如果你学的是大乘法 尤其像学波尔经 学大乘法的人呢 最常接触的就是心经 心经 金刚经 这些都教我们空性观 那不要只是会念 会背这个心经 金刚经而已 而是要会用 这个心经 金刚经的智慧呢 在平日的生活当中 来一旦发现自己 不管对佛教的执着 还是对一切周围人事物的执着 一看到自己的执着 你就知道说烦恼就来了 你的担心就来了 你的忧虑就来了 那么有担心 有忧虑 有焦虑 有不安 你就知道说一定有东西让你执着 这个时候呢 就要用空性观 一切都是缘起空性的 来去破除它 这样你学金刚经 学心经呢 就有它的意义了 最后呢 再讲一个就是 在佛教里面呢 佛给我们讲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批语 子欲 一指建月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叫做子月标 这个子月标 这个批语呢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概念 佛直接告诉我们说 他教我们的这些方法 告诉我们的这些道理 只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给我们一个指示而已 就像一个手指 手指一样 它就是一个指示而已 或者是一个标示而已 佛要我们透过这个标示 这个指示呢 透过这个指示 看到月亮 但是很多时候呢 很多学佛人 大家忘记了 佛的这些教法 是要我们看到月亮 告诉我们月亮在哪里 看月亮 结果大家都去看哪里呢 看手 看这个佛陀的手 这个手怎么那么白 或者手怎么那么粗 还是怎么样的 就执着教法 执着教法 执着形式 忘记说 这些佛教的这些教法 或者是宗派思想各方面呢 它只是一个手指而已 我们要借由这个手指 看到真理 也就是看到月亮 看到真理 所以指月标 或者是一指千月 这个批语 记得的话 都有助于我们破除 我们的法治 好 这个是上个星期 大家留下来的一些问题 那么同样的 在学佛的路上 或者是我们这样 每个星期的聚会 你在生活修行上 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欢迎在留言处留言 有提问 这个是好事 就表示说 你有这个机会去思考 然后会帮助你的成长 所以 欢迎大家留疑问 我都希望大家留问题的 可以帮助到你 同时也可以帮助到我 做一些思考 了解一下大家在 哪一些部分呢 是有这些疑惑 这样子 好 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这个内容 来我们请美教 美教 我们讲完了这个三宝的类别过后 我们就来讲皈依了 怎么皈依呢 来我们请美教 如何归依 活法身三宝 是没有污染的 具足功德的 所以是真正的归依处 受归依的 先要懇怯 深功尽心 清尽心 常归合掌 在归本师前 依师长教 自己立下誓言说 我弟子某某 尽行受归依佛 两族尊 尽行受归依法 三宝 愿大德义词 慈悲赴念 我是优佛舍 我从今者乃至命中复生 归依佛景 归依法景 归依圣景 三宝 一大明经 这一篇的那个 你的关键词 关键词就是 关键词就是 佛法身三宝 佛法身三宝 受归依的 受归依的 一师长教 一师长教 我看到这几个 你对这段的理解 我只能够知 这个佛法身三宝 大家都会知道是 刚才我们也是讲的 就是佛法身三宝 就是我们佛教的 一个三宝 那么它是没有 是没有 没有 没有染拙的 然后是 具足一些的功德 是真正我们的 归依处 我们在受归依的时候 我们要肯定 先忏悔 忏悔我们所做 以前所到处的 然后与非常恭敬的心 清静的心 我们要合掌 我们要常规合掌 在归依 在归依这个本师前 我们要立下誓言 自己是某某某这样子 然后 静行寿是什么 静行寿 是不是我整个字面 静行寿是在 平时在这一生 或者在这一期生命里面 行嘛 这个形体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形体 然后这个形体 都有寿命的 对没有 所以这一个形体 这个形体 在寿命 在寿命期间 也就是说 意思就是这一生 没错了 清醒寿就是 归依佛 我叫归依佛 那么 两足尊 两足尊 这个应该是 后面好像有解释 没关系 我们上次有讲过 好像是 有 两足里面最尊胜的 就是 人 什么 人是两足 最尊胜 马 马的话就是 四足 如果这个马 生出来是三足 或者是两足的话 这个马就变成是 大家就觉得 这个马是 残废的马 对不对 马呢 它是四足 最尊贵 那 在两足里面呢 人 这个 佛 最尊贵 这样子 礼益尊 规法 礼益尊 规法 礼益尊 礼益法 法就是 佛法 教我们什么 灵异 就是 远离武艺 就像刚才我们说 破除执着 法就教我们 怎么样慢慢 因为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苦痛 都来自执着 对不对 来自我们的这个 欲 去执着 那么 有佛法的话 你今天学佛法的话 掌握它的精锤的话 你就知道说 这个都在教我们 怎么样 灭除烦恼 那要灭除烦恼 其实就是礼遇 就慢慢的远离 慢慢的放开 慢慢的放下 这样子 身是众中尊 众中尊是什么意思 众中尊 因为他 就是身 身宝 他们是 就 因为有 佛陀时代 佛陀时代有很多的 这些不同不同的 六四外道 很多的群体 团体 在众中的团体当中 佛教的这个团体 是 尊贵的 最尊贵的 然后呢 接下来要讲什么 这个就是 三说是念三遍 三说是念三遍 三说的意思 那你在 佛经里面看到 三说三云 什么这些都是 念三次的意思 这样子 愿大德意识 大德是指谁 是本身吗 就是 归医师 希望 我的归医师 所以你在一个师父面前 归医 在本师 主持的那个 归医的 师父 愿大德意识 然后呢 慈悲 护念 护念 就是证明 这些大师 意识证明 然后呢 慈悲护念 我是 已经 我已经是一个 优婆赛 或者是优婆仪 如果是女居士的话 就用 也就是说 你在你的 归医的本师面前 跟你的 这个 证明你归医的 这个师父 讲说 愿大的义识 慈悲护念 我是一个 学佛人 我这个 归医了 然后 自己也发一个寺院 要怎么样呢 我从 我就是想 我从现在开始 乃至 命中 就是刚才的 进行寿的意思了 要做什么 从 现在开始 到命中 要护身 这个护身 就很重要了 这边的护身 就讲说 是除了 不杀身之外 也是 意思说 要素食吗 不是 不是 不一定要素食的 因为 在佛教里 其实没有 一开始的佛教 是没有讲 要吃素的 吃素是后来的 佛教才会 讲吃素 所以护身的概念 很重要 护身就是 除了不杀身 就是不轻易的 去这样子 毫无理由的 去夺 取他人的生命 以外呢 凡事可以 伤害众生的 我们都 尽量不要做 比如说 偷到 你偷别人的东西 这个就是在 伤害众生 让他很烦恼 或者是讲一些 不好的 骗话 讽刺的话 在背后插刀 这些 凡事伤害众生的 我都不做了 我现在是学佛人 我要像佛一样 慈悲 所以 护身在这边的概念 其实就是 要慈悲 要开始学慈悲 所以 表现慈悲的方式 有很多种 不一定说 我这个 一定要吃素了 不过是的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请大家不要误解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要 从今 以后 我是一个学佛人 我尽量减低 对其他众神的伤害 尤其是人 对人的伤害 那么尽量不要 去伤害人的 一个最好的做法 就是 刚刚我们就讲了 不杀身 不偷盗 不学淫 不妄语 这些都是 最基本的 一个表现慈悲的方式 所以这边的复生 就是比较 专注你 慈悲 这边的复生 慈悲 就是 就是表现你的五戒 同样表现你的五戒 有表现你的五戒 但是呢 就是带着慈悲心 去表现 然后最后再讲说 就是一个节 一个什么呢 一个 好像 一个总结 或者是一个坚定 坚定的去 去 提醒自己说 我已经是归于佛的 归于法 归于神的 所以就会归于佛 敬归于法 敬归于神 可以理解吗 这样子 可以 好 来 这边呢 其实就是在讲说 归于的仪式 那么一般上呢 尤其在东方社会里面呢 我们都习惯性呢 比较被动 众生有时候呢 在这方面呢 有时候很被动 所以呢 不知道自己 怎么样归于 不知道什么归于 所以呢 就习惯性的 就是长期这样子 流传下来的佛法呢 就变成很被动了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好像有人 叫我们归于 我们才去归于 然后没有叫你归于 你就不会归于了 然后呢 即便自己想要归于 也不知道该怎么样 去归于 所以就不知道 那个方式怎么样 所以呢 就 祖师大德们呢 就把它呢 做了一个整理 就变成了 有了一个仪魁 这个就是一个仪魁 其实在佛陀时代 大家记得 在佛陀时代呢 是没有这些仪魁的 然后你可能会觉得 很奇怪 他们是怎么归于的呢 他们的归于很简单 就是远远 听到说佛陀要来了 或者听到佛陀的法 哇 心里面很赞叹 即便还没有见到这个人 不管是佛陀 还是那些大弟子 一听到这个法呢 从来自己没听过的 可是又能够一听到 就能够消除自己的烦恼 这个时候 单单听到而已 内心就起了 恭敬心跟清敬心 在佛陀时代 你要见佛 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大家都是用走路的 但是一听到 可能下个月要来 但是之前就听到 佛陀的教法 或者圣地只传过来的 一听到呢 然后呢 这个法 自己让自己呢 心开意解 心开意解 本来很烦的 听到这个法过后呢 哇 整个心打开了 以前做错的 很自然也忏悔了 恳切的忏悔 以前我这样做错 今天听到这个法 我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呢 对这个法 对这个讲这个法的人呢 油然地生起那种恭敬 亲近的心 然后呢 自己立下寺院 我要成为佛弟子 所以以前的人 皈依是这个样子的 不管佛现前 没现前 他一听到这个法 内心发现 自己为什么这么的痛苦 这么的烦恼 原来是一直来都做错了 好 我现在不要再这样子做了 我改 我照这个人讲的这个法 去做 然后他对这个法 非常的恭敬 用清静心去接受这个法 而且自己立下誓言 自己 从 不用别人教你 自己立下那个誓言说 我 这一期生命里面 我就是只有向佛学习 向佛的弟子学习 学佛陀的教法 没有人教你 可是你内心自然的 这样子呢 去立下这个誓言 皈依形成了 而且这种皈依是真正的皈依 真实的皈依 还有一种呢 你也会在佛经里面看到 就是 哇 这个听到佛来到这个村庄了 所以很多人都挤着过来 整条街都挤满的人 大家就是要迎接这个佛陀 还有他的弟子们来 然后呢 大家要做供养 那有些人挤不进去啊 他就爬到树上 就远远就想看佛陀一眼 这样子 那真的有人就爬到树上的时候呢 远远看到佛 哇 从来没看过这么庄严的人 从来没看过那么的这样子 有自信心的人 然后呢 在树上当下被感动 然后呢 就自己立下誓愿 那个时候在树上呢 喜恭敬心 喜清敬心 对自己过去的 这么不圆满的地方 完全忏悔 然后呢 一心就想向这个人学习 他在树上 远远见到这个佛 然后呢 就发了一个愿说 我要跟这个人学习 以后他讲的 我都要跟他学 跟他修 这样子 他就在树上 已经皈依了 所以以前的人皈依呢 不需要被动的人家 教你做什么 教你讲 是什么这样子 他自然 当他被佛陀的教法感动 或者是看到佛的 这个人的本身过后呢 他觉得这个教法很实在 能够让他断除烦恼的 他当下自然的那种 由衷生起的忏悔 由衷生起的这种发愿 由衷生起的那种 恭敬心 恭敬心 就构成皈依 他心里面很清楚 不会动摇的 这种皈依是不会动摇的 我就是要跟这个人学 我一辈子 就是要跟这个人学 他表现慈悲 我也跟着他 学这种护身 表现慈悲 所以皈依跟受戒 就在当下 已经完成了 他拿到最真实的皈依 他得到最真实的这个戒 现在人不同 现在人呢 就是去皈依了 然后你还在 他在想要皈依吗 真的要吗 好了 毕不得已 然后呢 还在那边呢 人家叫你讲什么 你讲什么 这样子 而且可能还是不 心不甘情不愿的 还在想说 怎么还没有结束 还讲那么多 念那么多 所以真的是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大家 虽然我们这边 有一些皈依的仪式 这皈依仪式里面呢 这个是后人 大师们帮我们整理 因为太多人 不懂得怎么皈依的 但是这皈依的仪式里面呢 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 大家要记得的 你也可以检视一下 自己的皈依 是不是很真诚的 第一就是 有这种忏悔悔改的心 发现自己过去的不圆满 导致自己这么的烦 这么的忧虑 然后呢 再来就是 恭敬清静心 有没有 然后是不是 自己的这种心 心愿来的 是不是你自己 要立的这个誓愿来的 就是你自己 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主动 就是我要一辈子 学佛 又有这样子的一个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学什么呢 故声 你有这些 真正检视过后 你有这些的话呢 你的皈依已经形成了 不需要有谁来证明 也不需要有什么 皈依证书 皈依卡 没有这些 不需要这些东西 但是从这边呢 你要学到说 皈依 真正的皈依 要的 这个什么呢 特质条件 是什么 恭敬心 亲近心 恳切的忏悔心 然后呢 自己的誓愿 立下自己的誓愿 这个很重要 不是别人逼你的 自己真的 想要这样子做的 所以怎么皈依 现在懂了 还是不懂的话 那我们就是被动的 让人家教我们 怎么皈依 所以我常常 有跟身边的这些 其他的法师们讲 尤其我的弟子 我都会跟他讲 不要去 一直叫人家 要皈依 先给人家知道 佛教的好在哪里 那么到他慢慢了解了 佛教的好后呢 他自然就会 有一个心 跑来主动的问你说 我怎样成为一个学佛人 那个时候呢 你才建立说 不如来皈依 但是即便他没有做 这个皈依仪式都好 当他主动说 我要成为像你们这样子 我跟你们一起这样学佛 其实那个当下 他没有做仪式 那个当下 他已经是皈依了 他已经是正式的学佛人了 就像佛陀时代这样子 远远的看到佛陀 听到佛陀的教法 内心那种自动的产生说 我要成为学佛人 我要跟他学习 这个皈依已经形成了 根本不需要什么皈依仪式了 好 来我们再往下看 皈依过后要做什么呢 那么当然 真实的皈依的 真正皈依的人 他就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但是如果是被动的呢 又要人家教 你要皈依过后 你要做什么 然后教了 有时候还不愿意 有时候还不是很愿意的去做的 所以到底皈依过后 要怎么样修怎么做呢 来我们请修卷 阿弥陀佛 归一后 修 恭敬与供养 对于佛像 佛塔 经典 深重 即使是不大庄严 例如 佛像的 恭巧不妙 不大清净 也不可侵满 要一律身尊敬心 供养佛 如礼拜 赞叹 幼绕 即供奉香 华 祭月 灯明 撞番 宝盖 等 庄严句 供养法 如书写 印课 或者庄严经典 以香花等来供养 供养生 是衣服 饮食 坐卧剧 医药 日用杂物 但必须佛法所认为 清净的 深重 可以用的 切勿供养 不如法的物品 这里的关键词是 一律身尊敬心 一律身尊敬心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最后一个切勿供养不如法的物品 切勿供养不如法的物品 这里对于佛像 或者是佛塔 经典和深重 即使是一些不太庄严的佛像 例如说佛像 可能它的功巧不妙 可能看起来 不是很 就个人 如果可能有些佛像 有些是被毁了 剩下一个头 或者是头不见了 剩下一个身体 这样子 不太清净 但是我们也不可以 生轻慢心 我们都要一律 尊敬 一律身 就是心要身尊敬心 这样子 然后供养佛 我们可以有礼拜的 有赞叹 以赞叹的方式 或者是诱绕的方式 用香啊 花啊 或者是一些 季月的 以咒月之类的 歌曲这样子 或者是灯啊 创番 宝盖 这些都是 应该是那种 就五颜六色像 旗子这样子的 庄严等 这样子的 这一些庄严句 对 然后呢 供养法的话 我们可以以书写 或者是 应课的方式 又或者是以 就是供奉经典 用香啊 或者是花呢 来供养经典 那么供养生呢 就用 我们就会以 衣服啊 饮食啊 做卧具 这些日常的 用品 又或者是医药 但是呢 这些都可以 供养的 但是 最主要是要 清净的 那么生中 可以用的 然后不能用 不如法的物品 例如说 我们去用 盗窃而来的啊 偷来的啦 抢来的 或者是 不如法 不正命的方式 去得来的东西 然后拿来 供养生重 这样子 这是我所理解的 非常好 所以呢 这边就教我们了 就是 皈依过后 要做什么呢 继续保持 自己的贡献心 跟供养 三宝都可以 恭敬供养 那么 佛方面呢 有很多方式 可以表达 你的恭敬供养 很多方式 可以表达 你的恭敬供养 大家 线上的同学 不妨 利用一下 你这个 那个留言处 那边 写一下 你最常用的 对佛的供养 是什么 写一个 佛你最常用的 比如说 比如说 你这个佛 你供养佛的方式 你最常用的 就是用 花 你是插花 花 就是花 花在这边 就是花 我知道你可能 用很多方式 但是写一个就好了 佛 你可能用花 那么 法 你用的可能是 超经书 超经 或者是念经 也可以 比如说念经 这样子 这个是法 那么 身方面呢 也是一样 随分随力的供养 你可能会 用饮食 可以 大家可以 散用这个留言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佛 你用什么方式 法 你用什么方式 身 你用什么方式 所以 这个就是 一种方式 用一种方式 让你保持 对三宝的 恭敬恭养 那么 礼拜 大家明白 赞叹 那个什么 忌悦 忌悦 这个表要讲一下 比如说有些人 他对音乐 他是比较 熟悉的 他可以创作的 所以呢 他可以 用这种 乐谱 这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 创作这个音乐的方式 来赞叹 佛 法身 这个就是 忌悦的方式 那么 床帆 宝盖 这个是 以前 以前大家都会用 床帆 宝盖 来 床延 这个 佛 那么 变化到现在的时候呢 可能就 已经不一样了 大家可能 现在你会看到说 有些人是用 LED灯 LED的那种 床延锯 来 床延 这个 佛 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在表达你的 恭敬恭养 然后 话刚才已经 讲了 插花 插花的方式 那么 法呢 除了 抄金 应客 就是有时候呢 有些人呢 他可以做那种 钻客 雕客 这些 然后 自己欣赏也可以 然后送给别人 也可以 然后庄严经典 也有人就是 把经典摆在 这个好像佛座上 然后庄严经典的 但最好呢 是拿来 念诵 拿来抄写 是更好 不要只是把经典 金刚经摆在 这个什么 佛座上 从来都不念不读 根本不知道 金刚经是什么意思 所以有两种方式 供养金 供养法 然后供养生呢 当然就是 意识主要 那么当然 时代已经慢慢在改变了 包括在南传国家 所以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比较是像是 资本主义的社会 所以呢 自然的 很多东西呢 大家都是 比较站在 这个金钱上 所以呢 如无法的 这个供养 然后呢 让这个出家人 可以在生活上上呢 就是可以 一时无忧 这样子呢 或者帮助到他自己的 医药各方面的东西 只要是如法的都 OK 如法清净的 那么刚才 修卷里有句 什么是不如法的物品 这也是 总之 非法的东西呢 就是不如法的物品 自己也不会用 你不会给你身边呢 你亲爱的人 你尊敬的人 你不会想到说 让他用到这些 不如法的东西 这些都是 不如法的 好 归于后 就是修 公敬 公养 来 什么是 最上的公养呢 我们请 避真 师父 大家好 下午 那 成心 修 公养 最上 公养 归了三宝 应该以 至成心来 修 公养 至于 最上的 公养 没有 比一从 如来的 教法 听从 深重的 指导 而 切实 奉行的了 好 比较短 好 来 关键词 需要画关键词吗 还是你直接讲 就可以了 直接吧 嗯 所以这里 讲到 嗯 就 归了三宝 就 之前就讲了 就要 要 学 这个 公养 成心 成心来修 公养 所以这里提到 最上的 公养 就是 要 依从 如来的 教法 然后 听从 深重的 指导 就这两项 是最 最上的 公养 就这样 好的 嗯 所以有时候 有些地方呢 你可能 比如说 你的家的环境 根本 不适合 放这个 佛像 各方面的 所以呢 你家可能 你是一个 学佛人 那你家 没有佛像 没有佛座 其实也没有 关系的 因为真正的 供养 不是在 外在这个 心体上的 反而是什么呢 比如说 依从如来的 法教 好好的 学佛 佛教我们 怎么样 断除烦恼 怎么不执着 怎么样的 这个 宽恕 慈悲 这些 这个特德特质 把它学起来 反而 胜过你 做种种的 这种 有这个 像的这种 供养 那么同样的 也不是说 你都要 一直呢 去供养 生种什么 真正的供养 最上的供养 就是 有时候 教我们的这些 指导 教法 我们就切实的 去奉行 切实的奉行 但是不要 盲目的 不要盲目的 也不是偶像 崇拜的 学佛 要切记 这个部分 有些人就会 可能是 盲目的 依从 然后才导致 一些 不如法的 事情发生 然后同样的 或者是 偶像的 去依从 这个也不对 所以总之 我们今天 最上的供养 就是你会发现说 你没有做 这种 尸体的 这种供养 但是你有 这种 一教奉行 好好的 按照 教法 然后呢 修 自己的 烦恼 越来越减少 然后呢 整个身心 越来越打开 越快乐 那么这个就是 真正的 供养 成型的 最上的供养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归后的六十修行 来 这一点呢 其实老师这一段呢 也讲得很好 我们来 请 美 美君 师父 师父同学们笑 我国的佛教徒 中修早晚 课诵 时间比较长 对在家事务忙的信徒 多少有些不适合 最好依印度旧法 日三十 夜三十 六十修行 次数不妨多 时间不妨短些 修三归一时 要一念归一三宝的 诸般胜利的功德 我关键图 是佛教徒 然后 早晚课诵 早晚课诵 有这个 三十 夜三十 六十 日三十 夜三十 六十 日三十 六十 意念 意念 故意三宝 功德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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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地方的佛教徒 因为 时间 不定 有时候 也有一些 因为 工作的 或是 防满的 一些信徒 会比较 比较 不会 因为 佛教徒 如果 佛教徒 婚姻了之后 其实是要早晚 课要送的 早上 送进 晚课要送进 这样子修行的 所以 他的时间 比较长 但是 因为 对于很多的 地址 三宝地址 有时候 因为某某 会因为 家中事物 防满 或者是 时间 不一样 所以 就 会修得 持得 没有 修得 不够好 就是说 没有依照 那个早晚 课的送 然后 但是 这边 有提到 可以的话 就依据 古时代的 古印度 就是佛陀时代的 那个算法 他的日历 算法是说 白天 日 三十 就是 早 早上吧 早上三十 应该是 早上 早上三次 早上三次 晚上三次 早上三次 然后 晚上三次 或者是 六次 都可以 因为 因为早上 时间会比较长 总共 早上三次 晚上三次 总共六次的修行 这是 以及 古印度的算法 是 这样子推荐 因为我们早上 起来的时间 可能会比较长 可以说是凌晨 还是 这样子 会比较长 或是中午 也会比较长 所以晚上 也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们可以 依据这样子的 旧法来修行 都可以 次数 多还是 多还是少 东 时间 不妨短一些 就是说 次数可能会多 但是 时间可能会短了 一点点 这样子 因为分开来 分六次来修行 来诵读 这个 这个早晚课来做 那么当我们修行 归 因为我们归 归三宝了 我们要修 我们要修的时候 是 修这个三宝 佛法身 所以我们 如果我们是念诵的 还是念佛的 我们 都要 依念 那个 佛的功德 三宝的功德 三宝的功德 就好像说 我们要知道 慈戒 也是慈戒的 我们要知道 是慈戒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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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规 那个 那个 例子 或是 佛 是最深 是吗 我们意念 他的 那个 福德 智慧 这样子 来去意念 所以我们 要 这些东 意念这个 三宝的功德呢 一般都已经 诸 般 胜利 就好像是 胜过一切 这样子 意念佛的功德 就仿佛 胜过一切 制度 我不能理解 是这样子 我想问你一下 你有做早晚课吗 我早课有送经 不过晚课 我只是送 因为我做一次 因为我早上 出门嘛 出门 我早起来 五点半 我就送一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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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悲咒 大悲咒和手机 就是你比较注重早课 对不对 然后早课 通常用多少时间 早课 我 我看着 那个 金本送啊 不用 三十分钟 大概 如果 不用三十分钟 因为我送大悲咒三次 大悲咒三次 心经 一次 每个人的功课 可以自己规划 没问题的 好 是 那 所以你是比较偏重 在找课 你有一些 有一些 穆斯林朋友 或者回教徒朋友吗 我身边啊 我身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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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佛 然后也有 穆斯林朋友 穆斯林朋友 就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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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所以他们有 他们的宗教吗 对不对 他们一天修行多少次 这个我就没有问他们 你不知道吗 他们是有三次 马来西亚的人 三次吗 你没有不止三次 像早平成 五点多 对 他们五次 一天要五次 大概 一天要五次 一天五次 所以如果你身边有穆斯林朋友的话 你就会发现 他们的 他们是把宗教跟他们的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 他们的修行 是一天 分成五次 也就是说 次数是多的 次数 是多 但是呢 时间是短的 他时间是短的 每一次时间都很短 大概 我看 大概五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 每一次的修行是五分钟 但是呢 他们可以坚持 每天五次 每天这样子做 然后一生人都这样子做 所以你会看到说 穆斯林 穆斯林在这一点 回教徒在这一点 是值得我们学伙 向他们看齐的 他真的是把 这个 这个宗教 他们这些宗教呢 融入在他的 进行受里面 他的一生里面 我们学佛人呢 很容易被 旧有的 或者是 寺院的 早晚课的模式影响 连这个经 连那个经 然后就要唱个账 还是怎么样 这样子 就变成很长 时间很长 然后呢 变成呢 就会做得很匆忙 所以你变成 只是为了做功课 而做功课而已 然后导师的这一般内容呢 其实就叫我们做一些调整 我们要重值 不重量 这个量值呢 就是你时间不一定要很长 你不要做到半小时 一个小时 然后呢 其他东西你就很赶 然后有时候呢 因为太赶时间了 然后有时候 这个又skip一下 今天又skip一下 明天又skip一下 所以断断续续的 有时候做 有时候没有做 老实说 不要再用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 换一个方式 早上 白天 日三十 就是说白天的时间三次 然后呢 太阳下山过后呢 再三次 那么太阳 你就可以用这种 就是 太阳升起之前 和太阳 这个什么呢 太阳下山过后 也就是说 来规划 就是比如说 太阳下山的时候 你可能下班回家了 太阳下山的时候 虽然真的还不是 真正的夜晚 但是刚那个时候 可能就是 你下班回来 要进家门之前 试着 可能来个念佛三分钟 或者静坐三分钟 就是把这个 在工作上的这些烦恼啊 什么这样子呢 先在入家门之前呢 先抖落 不要把这个工作的烦恼 带进家里面 做一个三分钟的静坐 三分钟的这个念佛 看你自己喜欢的 修行法文是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 你看 太阳下山 就是属于夜的啦 夜的第一次 就是你回家 你下班过后 回家 那个太阳下山的那段时间 稠一点时间 做个三分钟到五分钟的 一个修行 第二夜 入睡之前 再做一个三分钟五分钟的 可能慈悲观 或者是念佛 你看 这就是夜晚的 天黑的 然后呢 隔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呢 其实太阳还没有出来嘛 所以那个也算是夜晚 所以你如果是四点起床的 五点起床的 一样起床过后 你也可以做一个 三分钟五分钟 但是通常有时候 早上我们也比较有时间 所以你可以加长 早上的那一个呢 你可以加长说 我可以做个 这个什么呢 十分钟 或是十五分钟 就不会 不会做到半小时 一个小时的 所以你看 这个夜 夜的三时 你就完成了 然后呢 这个太阳 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就开始 准备要去工作了 准备要去工作呢 你就可能 准备早餐啊 什么这之类的 那么在吃早餐之前 那个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 所以日三时 就是晝三时 早上的 吃早餐之前 感恩一下 我这一餐 我能够吃 有得吃 很多人连早餐都没得吃 那我这个早餐 虽然是很简便的早餐 那我也做一个祝福 来做一个感恩 希望所有众生 都有一个早餐可以吃 那这个时候不用很长 可能能够 做一个意念观想 当然如果你 能够吃饭 吃早餐之前 或者是这个 出门之前 要去上班之前 有一个可能一分钟 三分钟 五分钟的 也是一个休息 OK 然后呢 中午 午餐过后 或者是午餐前 午餐过后也可以 午餐过后 可能会有一个小休息 才会进行下 这个下午的工作 所以同样的 午餐过后 要小休息之前 或者是午休过后 起来的时候 做一个三分钟 五分钟的 静坐也好 念佛也好 就是白天的第二次的休息 然后呢 下班了 下班了 终于下班了 下班了 大家可能都匆匆忙忙 要赶着回家 但是用一点点时间 比如说你下班了 准备开车回家之前 你拿到你的车了 看到你的车了 坐在车上 感恩 一直一天下来 虽然工作很忙 但是呢 我还是能够有这个工作 可以维持我的生活 你看 你在地铁也好 在这个车子里面也好 你可以做一个意念观想 三分钟五分钟 要调整一下 自己的这个心情 或者听个法也好 你看 这个就是你的 白天的三次的休息 同样又回到了 回到家 回到家过后呢 太阳下山了 然后呢 要进家门之前 做一次休息 睡觉之前 做一次休息 第二天早上 太阳还没出来 你已经睡醒了 做一次休息 夜三十 昼三十 就是六十的休息 你常常这样子做呢 你就发现说 休息不再是一个负担 休息其实是 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它是培养你的正念 培养你的清静心 培养你的感恩心 欢喜心 让你拥抱你一天的生活 让你在一天里面呢 有这个正念 所以修行不是一个负担的 要慢慢做一个调整 然后再来 除了这些修行以外呢 还可以意念三 归一的功德 一个人归一过后 有什么功德呢 我们下一位同学 来 我们请原真 归一过后 你可以意念什么功德呢 原真 师父好 师父好 各位同修 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大家下午好 原真接着我下读 归一由哪些功德 可做一尺 就是一 成为福利子 二 受戒的基础 三 紧欠业障 四 能 积极 广大福德 五 不多 欧趣 六 人与非人 都不能妖娆 七 一切好事都会成功 八 能成佛道 如能实时依恋 归一三宝的种种功德 而修习 那对于修学佛道 成就信心 获得稀有功德 是非常容易成就的 就是说 归一 有哪些功德 我的关键词就是 归一 归一 就是功德 归一功德 就上面这个 功德 功德 对 第一个就是 它这一个一个的 对话吗 那个就不用了 那个八个就不用了 然后八个以后的 有没有关键词 有 八个以后的 有 哪一个 你会写哪个 实时意念 实时意念 很好 实时意念 就是 归一的 就是 种种功德 就归一 种种功德 实时意念 归一 种种功德 对 然后呢 对于修学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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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 信心 嗯 然后 稀有功德 获得稀有功德吧 稀有功德 容易成就 容易成就 好 来 谈一谈 嗯 那就是 我们 前面讲了 不就 归一 归一 归三归一 以后嘛 你就 成为 佛的子了哈 这是第一个 肯定是 这个 第二个呢 就是收戒的基础 你收戒之前都要归一 你归一 就是收戒的基础嘛 第三个 仅情业章 就是说 怎么样仅情业章 就是你归一了 你收戒了 那你后面 你就要 持啊 你归一了 就要收 就要持 持戒的话 你不断地接嘛 就是善心 不断地培养 不断地培养 就成为一个 神为习惯 那善法不断地积累啊 他就那个 那个 持症 比掌 那个持效比掌 那善法不断地积累 他那个 那个不善法 他就那个 就笑 不断地笑 就是要 牵牵你的业障 就阻碍你那个 修行的业障 他就会 慢慢慢慢地 就是笑去 就是这个意思 就通过不断 努力地修学的话 就是要牵牵业障 然后 能积极 广大福德 你看 你会 会成佛的子了 会议之后 你要持戒 修习禅丁 修习丁 就是人间的 那个 善法 要持戒 这不就是 积极广大福德 福德资粮 就你要 发的 要是大神性的话 你修习 那个菩萨道的 那个资粮 要修习解脱 到底也可以说 都是 积极广大 福德资粮 对 福德资粮 然后呢 不多恶趣 如果你持五戒的话 保人胜 他就不会多恶趣的了 这个 收持五戒的话 你人与人 人与废人 都不能要饶 就是 怎么说呢 你一贯 你 不 持戒的话 如果人跟你相处的话 他也 持戒久了 人人知道你这个情况的话 他也不会 反正 也会 他也不会来阻扰你 还有一个就是 你到到了 一定 这个废人 要饶 除非到到你修成的那种 一定的那种 定义的时候 那个 那种就是 魔来 要饶你了 它是都不能要饶 就是你 就是因为 规矩不断修成 它都要饶 都不会要饶你的心 都不会要饶你的 绕摇你的 然后呢 一切好事 都会成功 因为你不断地行善 不断地行善 不断地 上次行 它肯定是会成功 你 它饶似的不会的话 因为你 不断地累积善法嘛 它肯定好事都能成功 第二个呢 能成佛道 因为你不断地修习 不断地累积成佛的资粮 到应援居住的时候 它自然能成佛 你不成佛道不行 就是能成佛道 嗯 它应援居住了自然成佛 应该必安心嘛 水到去一层 对 对 如能实时一年 会议三保 这是种种的功德呢 而修习 这样子今天这种功德 这种功德都是我们的目标 这种功德都是我们的目标 朝着这个目标呢 实时今天这次滚到目标呢 去修行呢 那你得修一些辅导 它成就你那个新性 那新性就增长你的新性 然后获得这次 需要的滚到 那就容易成就一些 就是这个叶子 好 这里呢 对 皈依过后哪些功德可以议词呢 大家可以 如果你 一个学佛人 有的时候皈依久了 你可能就忘记了 我为什么要皈依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呢 他就教我们说 皈依其实有一些功德 你可以议词的 第一 就是佛 佛是什么呢 佛是觉嘛 觉者来的嘛 所以你已经加入 这个充满觉性的行列了 你要想到这一点 没有皈依之前呢 是迷惑 迷迷糊糊 迷迷糊糊的过一生的 糊糊涂涂这样过一生 忙到头来都不知道为什么忙 但是现在 你成为一个佛弟子 也就是加入这种充满觉性的 这个行列里面 为这件事情而感到高兴 这个生命 生活不再只是一个 忙忙忙啊 忙 然后茫然 然后又这样子 又继续的忙这样子 不再是这样子的 是充满觉性的生活 再来就是 一个学佛人 刚才我们讲 他皈依的时候 他愿意互生 所以他就已经有这个戒的基础了 然后能够懂得互生 懂得慈悲的人呢 这个过程当中 他不要再去伤害别人了 以前伤害的 他忏悔道歉了 然后呢 现在开始呢 尽可能降低对他人的伤害 其他众生的伤害 自然就能够减轻业障 然后呢 能够止恶 能够行善 当然就能够为自己 积极的广大的福德 不多恶趣 不多恶趣是什么呢 因为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让我们的贪嗔痴越来越薄弱 我们知道说 在佛法里面呢 贪 贪性越强就是恶鬼道 代表恶鬼道 称性越强就是第一道 鱼痴强的话出生道 所以呢 不多恶趣就是 意思就是我们的贪嗔痴 如果在学佛 真正走上学佛的道路呢 你会发现自己的贪嗔痴 是越来越薄 越来越减少的 那么一个贪嗔痴 越来越薄的人 又懂得互生慈悲的人 没有人会去扰乱他的 没有众生愿意去扰乱他 反而会护持他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人呢 他的善缘会越来越好 有一些力量也是 迷迷中的那种 给他顺利的 这些非人的这种护持 所以很自然的 一切好事会成功 他也不求什么 他就是这样子该做好的 一个归依者 该做好的那一种 护身慈悲 然后呢 减低自己的贪嗔痴的 这样子的一个 这些特质都慢慢的表现出来 朝着决心的方向去的话 一切好事会成 最后能够成佛道 或者是成就他的解脱道 所以呢 归依过后 能给我们带来这八种功德 你要常常记得 那么自然的 对于修学佛法 成就信心 成就这个稀有功德呢 就很容易的 都慢慢的跑到你身上来了 这是归依过后的八种功德 好 归依过后 能得安乐 能得安稳 是什么意思呢 来我们请爱妮 好的师父 归依能得安乐 安稳 依上面所说 此归依三宝 在一切归依中 最尊 最甚 如有求归依的真诚 那当然非归依佛教的三宝 不可了 不要邪正不分 以为归依什么宗教都一样 其他宗教的教主 教法 教徒 没有能究竟离乌人 乌的 也没有具足功德的 这就不了 怎么能为他人做归依处呢 所以 即使归依外道 也绝不会由其 归依的归依 而能得到 有为功德的安乐 得到无为功德的安稳 安稳 就是安稳 指涅槃的究竟常乐而说 我的关键词就是 三宝 最尊最圣 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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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离乌人 究竟离敢乌 然后 安乐 安稳 安乐 安稳 这个两个姿势也有点不一样 一个是安 引 这个是引 引起来的 引起来 安 然后这个是安稳 所以这个是一个耳日旁的 一个和日旁的 其实是不一样 安颖跟安稳 好 来 谈一谈你对这段的理解 我对这一段的理解 就想说 我们要归于的是归于三宝 而不是其他的宗教 因为在其他的宗教里面 他的教主 教法 还有教徒 都没有究竟的 都没有 学到究竟法 所以他就不能得到 有为功德的安乐 还有为功德的安宁 这样子 这个是你的理解 是吧 对 好 所以呢 归一 真正归一过后 真诚的归一 那么大家都知道了 从上面的种种的教法 这样子一路讲下来 我们知道说 佛教的这个三宝 是最尊最圣的 每一个宗教 都有他的教主 教法 还有呢 他的教徒 那么从真实三宝的角度来看 我们已经知道说 佛教的 这个殊胜的地方 我们已经看到了 那么 还不了解的 当然我们就不会去跟 对方讲这一个 因为每个人的 自己的心目中 都有自己的观点 都会觉得自己的宗教 自己的教主 自己的教法 自己的教徒 是最理想的 那么我们今天 我们学佛人呢 今天我们会选择佛教 那他一定有一些 吸引我们的地方 那么 其他的宗教 我们就在这边 也不方便多说 只是记得 在佛教里面呢 比如说八正道的教法 各方面呢 能够让我们成就 有为的功德 也就是安乐 有为的功德 你行八正道 你受持五戒 你把这些都做好的话 你换给你自己的 就是心安理的安乐 OK 这个是有为的功德 我们看不到的是安稳 无为功德的安稳 或者是安应 这个是 也就是慢慢在 这个有为的训练当中 有为法的 累积这个有为功德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也慢慢的 让我们呢 推向真正的解脱 真正的涅槃 或者是真正的这个成佛道 所以这个就是安隐的部分 归一过后 能得安乐 能得安稳 或者是安隐 这无为功德 也就是说 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 归一过后呢 其实 就是能够让我们 慢慢的 成就 有为功德 跟无为功德 好 所以谈到这边呢 我们就算是把 归一过后 归一的休息 还有呢 归一的功德 这两个寄送呢 说了 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呢 就 本来我是有准备了 这个一读一起发了 但是 因为今天一读一起发的内容 又很多 所以呢 我可能又变成说 等一下又匆匆忙忙 讲不完 所以今天准备的 这个 一读一起发呢 我们留到下个星期 才一起谈 我也有发到 这个群组的 那个留言处了 好 那么我们结束之前呢 我们来 今天内容也是 蛮多的 看起来 我们来收集一下 大家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同样的 在线上的大家 如果你没有 习惯开卖发言的 欢迎你在留言处 至少写一个 你今天的其中一个收获 我知道大家收获满满 很多内容 那么你今天的 最触动你的 或者是你觉得 你的这个收获 是真的能够帮助到 你的修行跟生活的 都可以分享 不要令法 不要吝啬你的 所学到的东西 在留言处 跟大家分享 好 来我们来请 先请秀伟 秀伟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师父阿弥陀佛 今天收获的蛮多 就是只是讲 每次都很多的 每次 每个星期好像都不少 对 讲一个 讲一个 我的就是 这个就是 我们是 归于 那个 佛的 那个 功德 就是要实时的 依念 佛的功德 还要依据 佛法的教会 这个就是 不是我们 形式上的 这个就是 我们是要做的 然后受持 佛法的 那个教导 然后 才能 真正的 得到我们的 那个 究竟的安乐 就是可以 究竟的 离我们的 那个烦恼 这个就是 随时到的 就是成就有 唯功德 无唯功德 是吧 对 师父还有一个问题 我可以问吗 如果是 刚才师父有讲 如果我们 归于 那个 归于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 他只是 心事上 之前佛陀 事态也没有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也是 如果我们 如果是 受持 那个 菩萨界的 如果他 本身 那个 个人 他也是 已经 发了那个 菩提心的那些 但是他没有 真正去 去受 那个 他也是 算是 受持杀戒 他已经完成 菩萨界的 受持了 确实没有问题 确实是没有 好像也是一样 这个对异的 因为有些人 有些人 真的是 没办法 去参加 这个 这个 会 他明白 我意思 他们 经济能力 也好 然后 生活环境 不允许 也好 这个都很正常的 或者是 有开这个 菩萨界会的地方 很远 我根本不可能 去到那个地方 因为我还有工作 还有什么 不过这个人 他本身 他曾经读过 《欲学菩萨界》 这个《欲学实地论》 或者是 有读过 《梵王经》 然后他就 心里面很赞叹 这些菩萨的 这些修行 因为在《梵王经》 在《欲学实地论》 里面 都有讲 讲到 菩萨是怎么修行的 所以他就在读这些经典的时候 或者是听讲的过程当中 心里面就生起那种赞叹 哇 这些菩萨 这么多条的这些方式 他都可以做到 那我选里面的三个 来在生活当中表现 当这个人 他在内心里面 他读和听 这个 这个菩萨界的那些内容的时候 就由衷 从内心里面 就身体说 我要学这个 我要学那个 他主动的内心的发愿 那么即使他没有参加 这些界会 他已经是行菩萨到了 他已经成就菩萨界了 OK 这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好 谢谢师父 感恩 好 这我们大家会看到说 行事是一个方便 它就像手指一样 但是我们的目标 是什么 要弄清楚 不要只是拘留于行事 很多人行事上是做得很好 但是内心不清净 没有恭敬 没有这个什么呢 真心的发愿 那么行事 他做得再多再好呢 其实一样 得不到这个 真实的 那个什么的 月亮啊 真理 他得不到的 所以行事是方便 记得 我们如果当然这个方便 我们能够做到 我们尽量去做 那做不到的话 不要拘留于行事 最重要的是 他的精锤的部分 好 来我们请欣瑞法师 欣瑞法师 今天的收获是什么呢 师父 今天的收获就是 有提到说 修行不是负担的 可以灵活的去安排 这样到上面 书里面有讲到 可以早上三次来 因为有三次这样的 次数多 然后时间短一点也可以的 那这样慢慢的 去把修行 融入到日常的生活里面 嗯 就是这样子 好 这个很重要 我们要修得欢喜 然后呢 修出自己的正面 然后呢 这个次数多 时间短 没有关系的 然后呢 可以有多样化 多变的 比如说你早上 可以是 静坐 因为有时候早上 比较没有那么的嘈杂 可以早上静坐 然后呢 人多的地方 你可能用听法 也可以 然后自己的地方 有时候可以用一些唱诵 唱一些佛号 唱一些咒语 然后呢 有时候呢 看书 看佛书 看一些法语 抄写一些法语 这些都是修行 所以一天下来 你跟修行的那种结合 它可以是多次 然后呢 时间短 然后呢 又多元化 多样化的 那你就会发现说 你的生命里面呢 就一直都跟法 是结合在一起的 它不会是枯燥乏味的 那一种 好 我们再请 心经法师 你有在吗 我们请 美教 美教你的收获是什么 今天收获很多 每次都很多的 我们一讲 不小心就讲很多了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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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师傅所说的 因为我们 通常我们都会做早晚课 刚才 刚才 师傅所提点的 就是讲说 日三十 夜三十 那个六十休息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们可以 把它增加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我觉得这个很好 然后刚才 我就以为说 我们就 把早晚课都 重复在 日三十跟 夜三十 可是现在听起来 师傅是说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来 对对对 来精进自己 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个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以 我可以 可以 可以 只是自己用 对 然后也可以跟年轻人分享 对不对 他们觉得 这早晚课很 枯燥乏味 很烦 很烦 很多 很长 其实可以 换个方式 可以换个方式 因为他的重点 是什么呢 就是培养你的正念 培养你的欢喜心 对吧 其实在 如果这样 师傅这样一提起来 就觉得 其实我们常常也会有 在 在某个时候 我们就会 生起这个感恩的心 然后我们自己会 口头上也会这样念 念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已经做了 嗯 这不知不觉 也是有做了 可是我们就觉得 就归纳在找晚课 这样 因为那个是比较正统的 其实 无时无刻 我们都可以一样子做 对 还有一个就是 刚才这个进行受 因为我们每次 听那个 唱这个 三宝歌的时候 我们都会唱到 这三 这三 这个字 然后今天 在讲起来 哦 原来是这一声 进这一声 这一声 这一旗的行 这一旗的行 对吧 这一旗的行 你是美交的行 我是道义的行 所以我们有自己的行 然后这个行呢 它有它的寿命 能够活八十岁 这个是它的寿命 能够活九十岁 它的寿命 这个 加强了这一个想法 进行受的认识 师傅我就讲到这边 好 来 秀娟 秀娟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阿弥陀佛 我今天的收获呢 就是 检测自己 皈依时候的 那个动机 可能 那个时候 就是大环境说 皈依啊 就大家就皈依 连自己的皈依症 后来也 弄不见了 然后呢 但是还是加入的 这个充满决性的行 因为就一直一直走到现在 然后就 当中呢 虽然之前是一个 大家 被大家拖着去的 然后现在呢 是已经经过了 忏悔 恭敬 清静 然后自己立下试验 然后 渐渐往 就走在这个 护身的 这个道路上 对 所以就觉得 其实 可能一开始 一入门的时候 是 是另一番风景 现在又是另一外 另一个风景 这样子 对 很感恩这一切 对 谢谢 很好 然后 毕正 毕正你今天的生活是什么 好的师傅 那 自从我们上了这个 规定三宝章呢 我就时不时就会想起 这个 自己规矣的时候 这种种 这意义啦 那自从我看到这个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一年 规矣的三 这个功德 有八项 我就会想 不知道当时我规矣 因为 现在离规矣 最后一次规矣已经太久了 就不记得 会有没有 有没有被说起 这八项功德 但是呢 现在看起来 又觉得说 又再一次增加了 这个信心 对于规矣三宝 然后 因为我们 上课之后呢 就会 师傅师傅也会 一念起说 就是说 我们在 在这个 课堂上 听到世界们 一起讨论的 一些课题 然后 那就觉得说 就很 很难得 就是 像刚才师傅说 我们已经加入这个 抉择的行列 然后 这个充满慈悲的环境 那我们都 在努力的 在 灭除这个 贪嗔痴 而 而努力 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 去努力 我觉得 规矣三宝 这是很 很难得 然后 作为这个 功课呢 其实 嗯 啊 就是 实施意念 我觉得 这是很好的 一个功课 就是说 我们时不时 啊 不管在 工作时候 或者在 生活当中 时不时 提起一个 意念 觉得 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 方法 就我们 可能没有 很 会花很长的 时间 去做 一些 就是说 上来师傅说 繁琐的一些 功课 那时不时 提起这个 意念 也是 呃 是可以 可以行得通的 啊 就这样 首先 自己要肯定 这个也是一个 功课 都已经是一个 功课了 不一定是说 哦 我有敲打法器啊 有念怎么经呢 才叫做功课 不是的 你有把佛法 拿来 思维啊 呃 能够把佛法 当你自己 心平静的时候 心乱的时候 都用佛法 来做思维 会去 听法 去阅读 这些 都是功课了 啊 不是 不是只有 传统的 那种唱颂啊 会念什么 经的才叫功课 哦 那个只是形式 更重要的就是 啊 你用不同的方式 但是能够 让自己的心 平静下来 哎 这些就是 你的功课 都已经是 很好的功课了 啊 而且你刚才提到说 呃 这个信心啊 哇 这样子重新听了过后 这个信心又慢慢的增长了 这个也是一种 很好的功课啊 然后呢也就是 一些某个形式上 刚才师傅有讲那些遗亏 其中一个是遗亏 我会有自念那个遗亏 因为我因为我因为虽然我们生化上血婆会会知道 因缘生命 还有那个无常无我 还有通信的 是知道 但是因为可能我们有那种错误的认知和有那个殖念 尤其是在遗云上的指令 因为我们没有做到这个遗云上是不完美的 不圆满这样子 就好像刚才受刑那个 同学有问起那个菩萨戒 其实我才发现到 可能生活上 可能自己不知不觉经 走到的那一步 就是那个遗云上 没有说真是没有受到那个戒 可能是不完美 这样子 然后因为在这个阅读这个文中 刚才师父有提起 如果在当下或是给自己立下那个誓言 发那个菩提心 所做的那个善业 就是说我们有行不思 行一个慈悲 施舍一个犯 给某一个众生出身都好 也是在行一个行善的一个东西 一个作业 所以常常 我会模糊 是会再徘徊 行事 行事上很容易就是以为说 哎呦这个行事才有做到 做足它 这样不是的 其实不是 要回到自己内心 内心的那一份感动是最真实的 对 然后还有那个小碗课 我一直以为说 碗课我是老师说 是没有做到这样圆满 但是师父有刚才有提醒到 次数不防多 时间不防满 比如我们下班啊什么 因为我有时候都是有做 好像我们下班的时候比较清清 因为工作上可能是会比较防满 但是当防满或是有烦恼出现 我心中会有money for how 我会有money for how 功课已经做了 功课已经做了 可是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功课是要拧完一半斤 这样子才是圆满 所以有的时候我对我自己学习东西会怀疑 这是人的 所以我就不觉得 我就觉得说这样子到底是对还是错 就是这个是提到 然后刚才是被我讲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我觉得因为朝晚课有时候 晚上我们下班啊 有时候我们心学来讲 我们是想要那个心念 想要体上 我今天想要听佛曲啊 然后我们也会跟着唱啊 跟着念啊 原来这个也是算是一个功课的一部分 是啊 是啊 所以我想因为我晚课啊 我目前只晚课 我会有多余的时间 我会有时候会炒金啊 炒那个心经啊 这个也是晚课 对 因为因为我常晚一个心经之后 我会念一片心经 可是我觉得好像 我做的不是每天 可是其实每天 其实都有在做其中一部分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 常常啦 因为就是那个指念 不会 没关系的 就是多听闻佛法 多一起学习 就会慢慢的很多都心开意见 没问题的 因为我想说说 我对自己想说 可能有一天我隐隐居住 我是想认为说我可以做到 因为我主界如果我吃好的话 我想进一步修行 那个菩萨界的时候 可是可能我们神法上吃的东西 饮食的东西 可能是清净的 虽然不是完全吃素 属于不是完全全素食 可是我们可能是吃的是筋肉来的 还是少吃那个肉食 可是我就想说 会不会因为这个没有真实 要去真实去收这个菩萨界的时候 有胆心自己做不到 可能因为仪归上的执着 仪归上的动作 被吃素卡住了 其实不一定吃素的 不一定吃素的 最重要是慈悲心 对对对 非常感恩 每天好像我们吃饭都有 一年送养 供养剂 有时候可能是吃每顿饭 都是粒粒结辛 都有感恩性 只是因为 这个都是修行 所以一开始自己会可能是 没有撞到十前十美 这样子 可能会障碍 这是一个障碍 因为都是被这个法制的障碍 是是是 我明白了 我清楚了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来我们请袁振 袁振 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师傅 袁振的收获 第一个就是刚才讲那个 那个法制 法制就是说 它的本质就是我制 还是我制 在人一方就像人的话 这人我制 在法来制法为 那个我制法 就是说 人制作自己的身心嘛 然后对外面一切法 他都执着 就叫法制 这是一个理解 非常理解 今天的理解 我之前法制是理解 对那个一切法 那个元素 然后这个法制 今天能理解这个收获 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归三宝的时候 他听王佛法 你想归于你自己 要发自内心的那一种冤 有那一种愿望 然后呢 你发自那一种 就是愿望之后呢 要忏悔 发自内心正常忏悔 然后呢 生了一种恭敬性 就是发自内心的 然后呢 一种恭敬性起来了 然后清敬性 归于那个 然后呢 他这个是 是讲从近日到民众来进行收获 到民众 要忽圣这些一方面 忽圣 这个这些一方面 然后归于过了呢 你要受持戒律 然后呢 然后呢 要那个支撑的性 来修供养 供养呢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你 供养父 供养法 尤其对圣保 你要根据圣保 那个熟细去供养 要如法去供养 就对圣保啊 根据他熟细来 第二个就是 就是刚才讲了 三十 一三十 早日三十 就是对 我就说这个 对我们每个人 他的姻缘不一样嘛 只要你 那个 师父法码空闲下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 就是修你的功课 就是功课 刚才包括你 我去看金书嘛 一年我师父所讲的了法医 我进入看中的法医 然后在生活当中 进来的时候 我按照法理讲 按照法理讲 你去做 怎么去做 这个都属于那个功课 这圆征的理解 根据我说的 开始这样理解 然后还有个就是 你那个说 此之一归 此归一三宝是最准最深的 因为他能 能力不让最重要的解脱 他这个讲 就是你呢 能呢 到到暗影 刚才讲安乐 就现实就有为功德的安乐 还有个安影 安影之无为功德 就是虽然无为功德是 上一次师父说的只有圣人 他也无为功德 凡夫没有无为功德 虽然我们没有 那个功德还没有显现 但是他的安 就是检藏着的应用成熟的时候 你成佛了 或者是解脱了 他那个功德 自然就呈现出来 这个安影 这个我理解了 就今天的收获 感恩师父 好 谢谢 最后我们请爱妮 爱妮 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好的 今天我的收获就是 对法治 有更深一步 更深入的了解 因为原本我的 在我的观念里面 法治呢 就是对我们修行的佛法 执着 就是特定的法门执着 而这一次呢 就看到了 更加了解了 更加了解了 法治是什么 然后应该要如何的去 破除它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通过今天 通过我们今天学习的 就是三宝的 修习 还有三宝的功德 也更进一步的了解 这样子 同时我们也在 做功课方面呢 就不再执着 也只是做早晚课 我们可以 如果真的是太 事物太防满的时候 我们可以 以六时修行的方式 就是次数不妨多 然后时间呢 不妨短 都可以去修行它 进行我们的功课 就是这样子 好 好 时间差不多了 时间也超过了 谢谢大家 那么结束之前呢 一样我们把今天 大家在这边 一起学习的功德 会向给一切有情众生 不管认识的 不认识的 以此功德 众善根 累世渊心 同占恩 犹是解脱 诸苦恼 共振菩提 度有情 在这里呢 也祝福大家 福德和智慧 渐渐的增长 一切都极强如意 把洗冲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